因为年仅五岁的小病患 睡觉打憨如雷 医师检查后发现 原来是40公斤的小胖地 扁桃腺和腺样体肥大 造成睡觉时憨声不断 但是小孩其实很多 很瘦瘦小小的扁桃腺 也会长得特别的大 也是会有很明显 打呼跟呼吸中止的问题 所以在小孩肥胖 并不是一个唯一主因这样 医师强调对成人而言 肥胖是造成睡觉打呼的主因 但对小朋友来说并非如此 临床发现除了肥胖之外 因为感冒淋巴组织增生 扁桃腺 腺样体肥大 或是先天积张力不足等 都有可能 但最常见的还是以扁桃腺 或腺样体肥大的比例最高 如果说小朋友有长期打呼的情形 然后晚上睡眠的情况就是不好 会翻来覆去睡眠状况不好 那另外可以特别帮小朋友注意一下 他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 除此之外 一旦孩子有成长发育延缓 或是注意力不积周 容易发脾气等情况 也有可能是睡眠品质不佳带来的影响 家长千万不要大意 大海新闻 汤道顺李明华台北报道